裡面它放了一個什麼呢?一個TestView TestView在哪裡?在這裡 這個TestView我們也可以去制定它 它有點像是 如果說網頁設計概念有點像是一個標籤 那個標籤它只能夠放文字進去 不能填資料 如果要填資料的話 我們就必須用另外的 比如TestView 接下來的話 我們再一個對不對?一個不夠 你如果再想要拖拉另外一個怎麼辦? 點住它有沒有?拖拉過來 放開 又多一個了 有沒有? 裡面的文字 比如說我希望把裡面的文字稍微變更 怎麼去變更呢? 第一個 比如說我要把第一個改成Example1 第二個改成什麼呢? 好的Word 反正這個名稱你可以去改 怎麼去做更改的動作呢? 第一個 講這個之前 我先來看一下 你們預設可能是這一個 Show icon 或者是其他吧? 不過我是建議是把它改一下 改成那個icon and test 這個版本好像又有一點點不太 另外 這個拉桿 其實它底下還有有沒有? 但是因為我們螢幕的解析度是4比3 所以旁邊這邊有一個拉桿 會出不來 有沒有? 所以如果說你這個拉桿沒出來 你底下的東西 基本上是不能用的 那怎麼辦呢? 其實很簡單嘛 你就把它拉寬就可以了 OK? 那試試看 第一個就是說呢? 本來已經有一個Text View對不對? 然後你請你把它改裡面的內容 怎麼改? 按右鍵 顯示位置 內容 好 底下是不是有個內容 這個有點像如果你有學過VB 大概有點像屬性 往下找 它有一個標籤叫做Test 請你把它改一下 這邊的話 把它改成叫Example 1 OK 好 改完之後對不對? 底下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把它改成叫Hello Hello 好 接下來 如果說我要更改它的大小 字的大小跟顏色怎麼改? 謝謝